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万又见面的朋友们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趁着自然光线还在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脸上的这一个妆容啊 然后这个妆容呢 是我今天晚上要参加感恩节派对的妆容 那整体的造型呢 我会po到我的instagram上边 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 那美妆日记呢 我会在感恩节当天po上 所以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然后享受这一个小小的假期时光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万万美妆日记的关注和支持 那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这一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了 接下来素颜一张 从base开始 护肤呢我已经完事了啊 然后呢 好多朋友问我说 万有哪个防晒霜啊 我现在用的是heimish的这一个 叫glow 就什么 artless glow base spf50pa3个加这样子的啊 然后它是 啊有点粉色痛的 这样子的 有点提亮效果的 啊这样的一个 glow的 有一点偏干啊 说实话大家 然后呢 我让这一个防晒霜 稍微的set一下 马上会来上底妆 来一点sparkling water 我自己非常喜欢sparkling water 然后有原味的也可以 然后我最近迷上了这个草莓味的 稍有一点苦的味道 但是喝进去感觉很好 OK 那防晒霜的黏逆感呢 差不多已经set下来了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用一下 兰蔻的 这是我铁皮计划的 我最近在赶进度啊 所以我基本上的这一个底妆 都是用这一个 目前为止也没有其他的 在今年结束之前 我还没有其他的兴趣 想去买一个新的底妆品啊 今年的底妆测评的也差不多了 如果还有新的话 明年再说这样子 OK 明年近在眼前 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啊 然后呢 这个是 我的色号是230号W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款 呃 粉底液 说实话大家 现在好像五折吧 20多美金 你连开价品都买不出来 不能说开价品 我应该说是drugstore有一些 某一些品牌的这一个 都买不上来这样子的 所以有折扣的话 还是一款好的粉底 如果我的collection当中 没有娇蓝的24k购的 那个mat foundation的话 maybe我还会购一瓶 但是娇蓝那个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现在在赶进度啊 然后 赶我铁皮计划的进度 所以 新的粉底稍微靠后一点好了 然后呢 我用一下美容蛋 预染它 如果有的朋友你觉得 你的皮肤不在状态的话 干 还是怎么样 就是感觉上妆不很贴合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美容蛋比较好一些 你可以用美容 美容蛋 你也可以用海绵 总之呢 要比很多刷子要来的好一点点 我个人的意见啊 个人的意见 OK 贝斯很快就搞定 然后今天呢 遮瑕膏 我就不用我铁皮计划那个 我铁皮计划那个 遮瑕膏 说实话 大家已经基本上就是 扣不出来了 我也不想拿stopper了啊 然后拿stopper两天就过期了 那我今天呢 提亮一下 我用一下smashbox的hello 如果有朋友还能买到这个的话 我强烈推荐 好吗 强烈推荐 非常非常强烈的推荐 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用了 就是量稍微难掌握一些啊 因为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我就直接 压到美容单上 然后提亮一下 想要提亮的地方 我觉得我今天的皮肤呢 还是在状态的啊 我那天呢 就是试着用手 这样子 也很快就阴染进去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提亮的产品啊 很可惜 斯福兰 Smashbox好像没有太多的产品在上边 只有什么hello tint那一个 说到tint那一款 我的tint好像过期了 明年再说 它们家的hello tint也超级好用 大家超级好用 OK 那我自己呢就直接把它 磨在手上 然后用这个 刷子也好 美容弹也好 然后就这样 拿上来 提亮一下 它真的就是提亮的 你可以看到 它真的就是 亮 我们在定装以前呢 我先用一下 汤姆粉的这一个 Sculpt 然后我先 cut一下我的 Cheekful 毕竟是party嘛 然后 灯光比较足一些 环境比较暗一些 然后这样 在用定装粉之前 我会先做这个动作 这个刷子真的很好用啊 喜欢contour的朋友 真的很好用 把我的cheekful 吐出来 因为穿白衬衫的关系啊 脖子我就不去搞了 大家 我跟你说 大家朋友们 超级尴尬 Hourglass的 OK 那今天的定装粉呢 我用美容弹去 压一下 这个美容弹非常不好用 大家 我就基本上 用它来压 这个定装粉啊 而且是干的去用它 然后 这样 打一下 大概这样子 大家看到 就真的就是 Flawless 啊 我有提到我的耳环嘛 大家 这个也是Kendro Scott的 它的官网上 现在好像是 三到五折吧 新品好像也包括在内 感谢小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大家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轻 然后又不是很夸张 如果你想要一个小小的装饰的话 又不想要你的这一个耳钉的logo 太logo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装饰的搭配 这样子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 Bronzer 我用我Hourglass的 Bronzer 三红呢我用一下 Giorgio Armani的Beauty的 这一个51号 Pink这个颜色 然后我用的是MAC127 新收的Tomford的这一个 叫Solaynate Glow Highlighter 我买的色号是01号 叫Beige Rose 这种粉色的这样子啊 用的这个Real Techniques的Setting Brush 然后我就扫上来 它也是Solay的Baked Jelly Powder啊 非常好看 Beauty的眉笔 加上Tomford的Espresso软眉膏 眼妆啊 然后我们用一下呢 Tasha Di Nona这一个 叫什么 Exnom Palette OK 冰装的这一盘啊 取决于大家就是 喜不喜欢这一盘 然后比较灰 比较灰蓝这样子的 说实话会 会很显眼睛肿啊 但是今天呢 我们稍微的用一点点 这里边的这个颜色啊 稍微的用一点点 这个颜色叫Flurry 这个 有点这种灰蓝的 银灰蓝色这样的一个颜色 打底的 打一下底 我还用这个筛子 我们用这一个叫 Snert 这个灰色 也是灰蓝那种感觉的 其实跟我今天的衣服蛮搭的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颜色这样 我们不去blending它 因为这个颜色就是 这个颜色就是 冷色调这个颜色 它不太适合你去 blend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把这个颜色 非常平均的 给它压到眼睛上就可以了 要不然会显得很脏啊 脚集中的这种刷子 这样子 我用的是E29 然后我用这里边的 这一个叫Night Sky 这个颜色在这里边 它不是一个纯雾面的哦 它是有一点点creamy的那种 带一点点 但其实就是 有点膏状 可以做眼线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做得非常的creamy啊 我还是 蛮喜欢这一盘的 就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喜欢烟熏妆的话 你喜欢烟熏妆的话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颜色 顺着这个眼线 然后我刷头倒着 方向这个眼线这个地方 然后 这样 给它 画出去 那因为今天呢 我们会做烟熏妆嘛 所以稍微的重一点点 没关系的啊 然后 画好之后 我就拿这个 往我双眼皮这个地方 给它画 你也可以用眼线刷 很均匀的 给它 画上来 贴着眼皮画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掉粉了 你越晕染越会掉 像这种颜色 也没有必要去晕染它 对吧 然后剩下的衣粉 算一下一些 那我们找一个 这一个 Eye Smudge 这个brush 我用的是 Bobbi Brown 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去 晕染这个边边的 这个地方 就顺着这个颜色 我也不会去加它 我就是用这个干净的沙子 然后我去晕染 边边的地方 往上晕染 就不要再往到处晕染了 在它的范围内去晕染 那这个颜色 这样 然后我用这里边的 这个颜色 叫 Nave Nave 这个颜色 OK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 这样压过来 手法厉害的朋友 你也可以用 刷子啊 但是我不行 再用一点点 这一个Stella 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 Topper Glitter 然后压上来 你可以看到 就是 Shine 就是另一个level了 就是非常适合 晚上去用它 扁平的沙子一个啊 然后我用 Sonia J的 Flat Finder 然后呢 用一下它 刚才的这一个 Nave Nave 这个颜色 然后呢 扫在 眼头的位置 然后我画到 下眼线前 前面这个地方 Espresso的 这一个眼线笔啊 不知道有没有 我朋友在 斯芙兰折扣的时候 收它啊 然后我画一下 那眼线先 然后下眼线 那眼线 贴着睫毛膏 我也画一下 睫毛根部啊 不是睫毛膏 没有真的是非常的creamy了已经 然后我们用spush这个颜色 中间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 你可以找任何的 眼线笔刷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 Instapop这一个 Real Techniques 这一个 然后呢 我就用它 侧面尖头的这个地方 然后 沾上这一个颜色 然后我就 贴着睫毛根部 把这个颜色画上来 然后下面也是 OK 外下的这一个 Lash Clash Mascara 然后在画嘴唇之前 大家我们clean up一下啊 然后我用一下Hourglass这一盘里边的 就是这一盘啊 里边的这一个 Ambient Light 这个powder 然后 我从这开始 上来 这边开始 提上来 然后 就这样 今年的红唇呢 然后我用一下 这一个 这个是Rose Ink 他们家的 污蔑口红 是他们家 非常classic的 The Red 这个颜色啊 然后这样的 刷头 它是液体口红啊 然后 这种 我蛮喜欢这个刷头啊 因为我那天 用了一小碗 这刷头就是 可以就是 睫毛掉了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画成这个 唇线笔的形式啊 大家 那种 Blue Red 那种感觉 但是有点Pink 在上边啊 我的这一个 定妆喷雾 要用一下 然后我用一下 ShallowTuber的 Airbrush的 这一个 定妆喷雾啊 然后 香水呢 我用一下 VeryValutino的 这一个 鲜亮的 这一个啊 然后 然后 它这个喷屏 这个地方 肯定会有 鱼的 然后我就点到 耳根 后边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整体的 这一个装饰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 上衣呢 那我是白色的衬衫 然后加 Free People的一个 这一个半身的 抹胸 然后底下是一个 黑色的裤子 啊 黑色的裤子呢 它前面有 有那种开的 开口的 前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 是我整体的 搭配 那这个就是我感恩节的 party的 这一个妆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整体的造型呢 我会po一个图片 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旺旺的instagram 然后今天这篇视频 我应该会在 感恩节的当天 po上啊 然后 不知道大家感恩节 怎么度过 但是无论你身在何处 旺旺在这里 祝你感恩节快乐 然后我也很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旺旺美妆 频道的关注和支持 我也会继续 进行美妆之旅 和大家一起啊 然后 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评论 留言 点赞 跟旺旺的recommendation 给我的意见 非常感谢大家 那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旺旺的美妆频道的话 就 支持一下 点赞一下 关注一下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拜拜 by bwd6